欢迎收看12月31号早安 新唐人我是方权 首先要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了 2020年最后一天 寒流发威 全台的平地侧站包含里岛 在昨天都创下了入东的新低温 大台北整天都只有6到9度 桃园市政府指出 有四间的小学还有一间的幼儿园 因为山区低温 路面结冰 为了维护失身安全 停班停客一天 而气象局也在今天是持续 最全台发出了低温特报 而其中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跟宜兰 有6度以下的气温发生几率 提醒观众朋友要务必留意保暖 继续要带您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看到美国大纪元英文版报道 国税局和财政部开始向数百万美国人 发送经济刺激支票 继续是美国国家脉动报道 政要争论给美国人每人六百美元 但是中共还欠我们两兆美元 继续是大气温时报台湾版报道 中资从严审查 进党政军来台投资 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东京疫情如果持续 专家预估两周内恐怕会面临医疗危机 即使是韩国朝鲜日报 三星掌门人李在荣行会案重审 被独立检察组要求判处 9年有期徒刑 需要带您关心全球的确诊 中共肺炎人数超过8250万人 超过180万人死亡 另外变种病毒全球近30国现宗 英国反台发烧少年也验出了变种病毒 指挥官宣布 外国人在明天起是禁止入境台湾 另外新北桃园 宜兰台中 台南高雄 基隆嘉义的跨年活动 是改成了线上直播 而屏东县的跨年晚会会延期 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会在今天早上10点 公布跨年晚会是否会延期 台湾出现第一起 中共病毒新变种的确诊个案 是先前从英国反台的青少年 台湾防疫指挥中心宣布将会限制外籍人士入境 除了持有台湾居留证或是有特殊条件以外 在1月1号起是一律禁止入境 而本国籍的人士反台的检疫规格 从1月15号起升级 相关措施会在实施一个月之后会进行滚动调整 经过我们的基因的比对 那集关署正式的正式是英国变种病毒 是英国变种的病毒 所以这个第一个案例也到了台湾 指挥中心证实台湾出现首例英国变种病毒 为先前英国反台航班发烧确诊的十多岁少年 指挥中心因此宣布全面限缩外籍人士入境 明年1月1号临时起非本国籍人士 除了持有居留证与外交公务商务履约等条件 一律不得入境 非本国籍的从1月1号起 除了有居留证跟下面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一律从1月1号临时起我们暂缓入境 那在居留证之外有几个 比如说是一个商务的履约 或是本来是外交的人员 那或者就是说相关的配偶 未成年的子女 在一定的量的管控之下 我们可以让他进来 那区域都一律不准入境 至于本国籍人士 入境检疫规格也同步升级 除了原本登机前要求三日检测报告 从1月15号开始 本国籍人士返台之后 将要求入住防疫旅馆或集中检疫 如果选择居家检疫则该户内不能有非居家检疫的人同住 本国人我们一样把这个就强化版的居家检疫做好 那希望就能够确实把病毒跟我们的社区能够割开来 至少定每个月先检先检讨一次 好在看那个情况那做怎么样的一个修订或者不修订 变种病毒在多个国家地区陷宗 台湾升级管制入境规范 专家桥组召集人张尚淳表示 变种病毒除了传播力增加70%之外 目前该名案例的治疗都与其他病例相同 新台湾是胡宗汉刘自营塔罗岛 好中共病毒新变种正在从英国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 近日呢美国智利印度还有巴基斯坦都出现了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 而亚洲的日本正值新年假期有专家就警告 若是阳性率跟重症病患仍然维持这样的速度来增长 那么东京的医疗恐怕会在两周之后崩溃 29号美国科罗拉多州也出现 英国的中共病毒新型变种确诊案例 但是它没有旅游室 而且没有与人密切接触 这是美国第一例变种病毒确诊案例 同一天南美洲的智利也发现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 这个病例先前曾在伦敦待过一周 之后在22号飞抵制力 同时变种病毒也入侵南亚 巴基斯坦与印度都在29号确认 分别有3人和6人感染英国变种病毒 全球中共病毒疫情不断升温 日本首都东京已经连续数周 确诊人数创新高 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30为止 东京又新增了944例确诊 是26号后第二高的记录 东京都知识小池百合子 与专家紧急开会讨论对策 若东京确诊病例增长速度无法放缓 东京的医疗体系恐怕会在两周左右崩溃 另外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一名刚在这次大选当选的联邦众议员雷特劳 感染中共病毒29号过世 小年41岁 雷特劳是美国第一位染疫过世的国会成员 雷特劳这个月18号宣布中共病毒检验阳性 居家隔离三天后住院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 透过推特证实雷特劳的死讯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启玲 综合报道 即将迎来2021年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 从31号晚上9点开始到元旦下午3点 总统府在周遭会有不同阶段的道路车辆管制 而考量到防疫呢 取消民众进场管理改成线上直播的方式 也取消了元旦总统府的参观活动 踏着整齐画一的步伐 精准抛接旋转礼枪 北女跃移骑队122位同学 为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彩排 以女孩成长成风破浪为主题 演奏动画电影主题曲 搭配骑队表演 增加元旦典礼看点 这一次因为配合防疫措施 有要戴口罩的部分 就是其他是需要大量的运动 这对同学是有一点挑战 除了北一女 建中乐旗队也是每年典礼的亮点 这次对行装放置床的道具 增添故事感 而佛伦社和唱团也将在典礼上 担任国歌领场 这是我第四次在总统府前面 做国歌的带动唱 特别在记者会上 也跟总统府建议说 国旗歌一定要有local人声 所以我们这次的合唱团 也都有训练在国旗歌这部分 那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元旦升级典礼 就意义非常的重大 我们国歌领唱一个最大特色 特色是我们第一次 戴着口罩唱国歌 三军一队也持枪操练彩排 动作声音整齐俐落 一起影响加上寒流 增加明年元旦表演的困难 配合防疫 总统府30号也宣布 取消民众进场管理 改成线上直播 新台湾电视黄亮姐 在新闻台湾台北报道 好但您看到在周二呢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 提出了一项新的纾困替代法案 其中包含了川普总统要求 优先解决的议题 就是呢把补助金增加到 每人2000美元 以及废除230条款 以及调查选举欺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周二提出新替代法案 包括将疫情补助金 从每人6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 并废除为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 提供豁免权的通讯规范法 230条款 法案还要求成立新的国会两党委员会 进一步调查选举诈欺 并披露外国人是否可接触选举基础设施 篡改选举结果 面临决选关键时刻的 乔州联邦参议员 佩杜对新法案表示支持 麦康奈尔的新法案令民主党左右为难 若否决该法案会被舆论指责 扼杀了急需的疫情援助计划 但民主党又不愿接受该法案附加条款 新法案能否通过 前景尚不明确 本届国会将在1月3号结束 如果法案未通过 新一届国会必须完全重启立法程序 目前被麦康奈尔排在参议院优先议程的 是国防授权法投票 决定是否推翻川普总统对该法案否决 周三一早 川普总统再次推文 敦促尽快通过每人2000美元补助金 新唐人记的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继续带您来看到周三 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 表示他将会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上 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成为首位正式发声 确认加入十几位共和党众议员 发起挑战的参议员 霍利是一名宪法律师 他在推特也写到了 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担忧选举诚信的声音 需要被关注 而他将会在1月6号代表他们提出反对 而除此之外呢 参议员兰德保罗 还有当选参议员汤米 塔伯维尔都已经声明 可能会加入挑战计划 另外呢 乔治亚州参议员洛夫勒 以及德州参议员克鲁兹 也有可能会加入挑战 但是目前是还没有正式的完整声明 武汉仪式里文亮吹哨一周年 中国民众痛斥中共仍然在掩饰真相 下节早上新航人带您来了解 Mr.Pig Why is your body so healthy and strong? I eat well and strong every day Mr.Chicken Why are your eggs so beautiful? I eat well and strong every day If you want to make pigs and chickens healthy Well and Strong is a wonderful formula It contains precious Ganoderma With a unique mix of Chinese herbs and Antibio It's twice the results in half the effort The best partner for healthy breeding Anibio loves you 谁说库爸不能下厨 健康料理也可有好时光 本用第一道出炸苦茶油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多项营养成分 煎 煮 炒 炸 样样都美味 妈咪运气保养 也照顾孩子们健康 享受第一道出炸的美好 友好时光 台湾为神守护之地 以先天的美好环境为根基 疯导的食杰食材作媒介 台湾人用针鲜发酵 研发守护人体基底的酵素饮品 台湾酵素村 献给您天然营养的真实健康 完整补充日常生活能量 在神守护的台湾 做您最坚实的健康后盾 台湾酵素村 博文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台湾制造专业第一 博文优胜油风 DashangIndustry DashangIndustry Professional transmission belt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 solid track record of over 40 years in manufacturing and R&D We make various belts based on specialized formulas Customized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or our made in Taiwan top quality products Routine inspection, specialized certification Universal customer recognition and trust DashangIndustry A global supplier Creating a new era of transmission belts 好 帶您来看到去年的12月30号 武汉医生李文亮是首次披露了疫情消息 随后被中共当局勒令写下了训诫书 一年之后的今天 艾芬医师被噤声 有武汉的民众痛疲 中共至今仍然在散播谎言掩盖罪证 2019年12月30日晚上 网上突然流传一份武汉市卫健委发布 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就职工作的紧急通知 一时间 武汉出现非典的舆论四起 同一天 李文亮在同学群组转发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确诊了7例SARS的讯息 李文亮因此被公安局传唤 写讯诫书 承认传播不属实言论 他本人1月31日确诊感染 2月7日死亡 今天使他吹哨满一周年 数万中国网友在微博上留言 有网友说 李医师 一年了 疫情还没有过去 据自由亚洲报道 30日上午 一个叫二乡的公众号发表了关于 纪念李文亮吹哨一周年的文章 武汉方面高度紧张 层层施压 武汉中心医院爱芬医师 也因为接待上门采访的自媒体 遭到院方警告 威胁 要求他不能对外发声 同时 中国外交部却以 中国抗疫时间线公开透明 宣传所谓第一时间向世卫报告 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来回应外界对其隐瞒疫情的批评 武汉市民痛斥 什么叫做第一时间 李淑林批评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内封锁消息 对外掩盖罪证 所有敢于讲真话的 无论是李文亮 方方 陈秋实 张展都被说是造谣 被判刑 被拘 被抓 被失踪 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抗疫成就 简直是无耻 没有下线 新唐人记者洛亚 林岑新 刘芳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带您看到在29号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声明 呼吁在全世界结束宗教迫害 川普强调呢 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不可能繁荣 而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无法生存 29号 美国总统川普在圣汤马市 贝克特逝世850周年这天发表声明 呼吁结束全世界的宗教迫害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重申我们结束全世界的宗教迫害的要求 在我去年与联合国发表的历史性讲话中 我明确指出 美国与每个国家的宗教信徒站在一起 对信仰者的犯罪必须停止 必须释放良心犯 必须废除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法律 必须保护脆弱 无助和受压迫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不可能繁荣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无法生存 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 正义 善良与和平就无法实现 川普在就任总统职位的第一年 就签署法案 促进美国的宗教和言论自由 任何美国人都不应该被迫在联邦政府的命令 与信仰原则之间作出选择 去年 川普总统还在白宫土原型办公室 接见来自17个国家 27名因信仰遭受迫害的人 同年9月 川普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活动期间 主持宗教自由会议 他号召各国携手结束宗教迫害 捍卫信仰自由 川普是第一位在联合国主持宗教自由会议的美国总统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导 美国川普政府28日宣布加强一项11月颁布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一位中共军方控制企业的证券 全球第二大指数供应商富士罗素29日表示 在川普政府强化此行政命令后 可能会将更多中国企业股票从其全球指数中剔除 英国脱欧过渡期12月31日正式届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在台北时间周三下午4点半代表欧盟签署英欧贸易协议 协议之后会有英国皇家空军送回英国 让首相强声签署 英国国会上下意愿有望争取在同一天内通过英欧贸易协议 中共反垄断大刀在砍向中国外卖龙头美团 在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日前在被当局约谈后 29日传出美团应取消支付宝付款方式遭调查 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审理 美团由腾讯持股两成是公认的腾讯系企业 在港股上市的美团原本传出将回到A股第二上市 目前可能步入蚂蚁后城 延后原定计划 市调机构发布数据显示 中共肺炎疫情对电影业造成灾难毁灭性冲击 今年全美电影跳房收入仅22.8亿美元 较去年创下历史第二高的记录114亿美元 足足暴跌了80% 票房收入更创下近40年来的最低记录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好 继续要来带您关心香港了 12名香港抗争青年 在今年8月为了避免被国安法迫害 在逃亡来台的途中 是被中共的海警拦截 秘密扣押超过4个月 中共深圳市盐田法院宣判 其中10人是被判徒刑7个月到3年 另外两名未成年被告则是或不起诉 已经被遣返回香港的天水为警署 有家属表示呢 在8月23号香港政府是前后派出了两架飞机 外界执意港府是有意让12人被中共抓捕送到大陆 12人就算呢坐一天牢都是冤枉 由于中共法院秘密审讯过程是完全不透明 外界执意港警与中共公安串谋 安排送中等争议都让12名港人案件 受到国际关切与谴责 有分析指出12名港人都被中共法院认定是 受他人组织教唆的重犯 可能暗示本牵连范围 恐将进一步扩大抓捕 而防堵中共党政均染指 陆资来台办法新制正式公告 下节早安新行人带您来了解 今天要煮什么呢 我们控管最好的水质 飼料中添加优质益胜菌 我们从船地池送最经济美味的酵素鱼 为什么能帮你把吃都拿掉了 我们还有酵素鱼 哇 来自花莲玉里 东风有机米 纯净无污染的有机稻田 水旱轮座养地利 循环农业友善大地 当季收割 新鲜现年 用心做好每一粒米 大自然开心 您吃得更安心 赋予大地无限的爱 东风有机米 你想要加薪更多 升迁更快吗 想要增加业绩和销量吗 我是李健豪 我乐于透过教育训练 协助上班族 业务人员和老板 更快更好的达成目标 我准备几场线上研讨会 要和你分享如何自我成长 轻松成交 和企业行销的秘诀 你将学习到 世界顶尖验证有效的方法 赶快去网址 马上学点TW 免费学习吧 MCT磁府刀具 掀起CNC加工工业革命 高速加工排热快 不产生高温 弓箭不易变形 极低摩擦系数 表面光滑不粘刀 高硬度完全切削 弓箭垂直度高 缩短弓时产能加倍 挑战急速效能 林东升MCT磁府刀具 MACLAB Cutting Tools 过去台湾是频频传出 路资以各种方式来规避 台湾的法规 来台违法投资特定与敏感行业 冲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台湾经济部在8月修法 在年底30号是正式公告 路资来台投资许可办法新规定 除了未来股权逐层认定 也禁止中共党政军企业来台投资 让过去甲外资 增中资的争议案件 有更明确的规定来防御 大陆影音串流平台爱奇艺 以绕道方式来台 还有电商淘宝 用音商身份登陆台湾 过去甲外资 增中资 代理白手套 抢台湾市场 再再引发争议 积极部12月30号公告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 确定入资持股采逐层认定 例如大陆A公司投资B公司超过30% B公司就算是入资 B公司在对第三地区C投资 持股全数纳入计算 避免过去法规漏洞 尤其更明确实质控制力定义 就算没有持股 但透过其他投资行为 只要能够主导公司运作 就会被认定是入资 法令各式明文规定 禁止中共党政军企业来台投资 防范燃止台湾重要企业 法令也扩大适用范围 不管是入资以其他方式 掌握台湾公司 或用第三地来台并购 统统都要申请许可 民间对修法 只肯定态度 投资会掌握更大法律裁量权 不过现行台湾将港资 视同外资不少企业与对岸往来密切 执行面依旧是挑战 这些录资是不是要再用别的方式包装进来 那我们这边要如何放途 那可能是一个法规执行面的问题 就是说将来是不是要就港资的部分 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我觉得可以可以再思考 法令虽然不溯及既往 不过既有在台录资企业 未来增资股权变更 都将面临更严格监管 下笔日前申请电子支付执照获准 严拟增资投审会将以刑法规范 跨部门团队进行审查 新台电视高建伦审会同台湾台北报道 好来但您看到今年5月呢 台积电宣布要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新建一座12寸先进晶圆厂 即将在明年动工 统筹负责人正式亮相 是目前担任台积电企业策略办公室的 副总经理凯奇迪 将会接任新厂的执行长 还有总经理职务 而台积电在今年5月中旬 宣布要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新建一座12寸的先进晶圆厂 预计在2021年动工 2024年开始量产 月产能2万片 而周三呢台积电 ADR上涨3.16% 创下历史新高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收看 我是方启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